府人大学和瑞典的博赫斯大学 缔结为姐妹校十年之久 两校之间除了有固定的交换学生 制品系更邀请瑞典的教授来到台湾 进行学术演讲和产业学术交流 而今年为了庆祝双方多年来的好交情 福大特别邀请到瑞典的外籍生来进行走秀表演 还一同品尝美食 一起体验瑞典的传统文化 身穿手绘T恤 脚踩自信步伐 来自瑞典的交换身一字排开 展示与台湾学生的合作成果 转身抹上七彩颜料 展示趣味性十足的创意 我们没有时间去准备 但我觉得我们都喜欢它 我觉得我们的衣服有很好的反应 我们的衣服有很好的反应 作为一个切入 然后也结合了我们班上的同学 一些关于圣诞节主题的 这样的一个灵感的来源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做成了一个 这样的算是一个有趣的一个活动 与瑞典伯赫斯大学 地劫姐妹校十周年 欢庆会台步走秀 家乡美食样样来 还有温馨的圣诞报家音 两校交流更进一步 第一次在做猪育 所以我会一直在台湾记忆 会在台湾记忆 未来的话希望可以把这活动延续下去 不用只是十周年才庆祝 可以例如说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都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这样子 十周年欢庆会圆满落幕 活动中的欢声笑语 不仅在学生心中留下美好回忆 各位两校之间的友好情依 做了检证 记者蔡雅竹 陈婉宇采访报导